发展看是摆在这边好了 摆在这里 那上面改一下这个 名称的话就是TST 这身高的话就是height 这个是位置 那这边button的话就把它改成计算BMH 这样子是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希望show的结果 我不是原来是在下面 label show 可是我现在不要 我要把这个结果怎么样呢 传到下一页 再下一页去show出来 所以这里的话我必须要 再加入新的一页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可以在这边加入一个新的什么呢 新的档案 这边就是第二个网页 新档案 新档案的部分呢 我就直接点下去之后 它有个选取 你就选取哪一个呢 它那边很多选项 你就选择一个webform webform的话呢 就是一个动态的网页 它的副档名就是 点ASPX 那名称的话呢 根据书章是CH7-3 我把跟书章一样好了 这样比较好 C 好 假设这个网页是CH7-3-2 像这样的档名 不过我比较不建议这样 为什么 因为要有DASH DASH有可能是保留值 干脆我们再取消 用Default2 比较不会有问题 在这里 直接就Default2 按加入就可以 加入之后呢 就会有个Default2出来 第二个网页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填完资料以后 按这个button 它就会把结果秀在第二页 该怎么做呢 这个就是牵涉到那个 传送这个网页资料的部分 这里的话 我想你们先把界面的部分 先做出来 把画面先画给各位 那做完界面之后呢 再新增 在档案里面的那个 开新 这个档案里面新增档案 去再加入一个Default2 Interesting 哦